第136章 李林素 该是我人前险胜的时候了 许七安欲空飞行片刻 在一处山坳里找到了修罗金刚的尸体 他倒在暗金色的血泊里 没有了声息 双眼空洞死寂 许七安轻飘飘落地 不浪费时间 大步奔到修罗金刚尸体边 用镇国剑割破修罗金刚的颈动脉 张口一吸 咕噜咕噜 猴姐滚动 金刚神血化作细流入嘴 滚烫炽热 像是岩浆一般 烧灼着许七安的胃带 修罗金刚的尸体迅速干瘪 随着吞吸的金刚神血越来越多 许七安的瞳孔转为赤金色 脸颊凸起一根根金色的血管 进而皮肤也染上了金色 他笼罩在浓郁的金光中 金光时长时落 宛如呼吸 这个过程持续了半刻钟 金光徐徐收敛 此时的许七安 皮肤呈现暗金色 囚结的肌肉一块块闻起 吃的一声 脑后燃起一道火环 周围的温度开始上升 充斥着治刚治阳的气息 它变得威严深沉 宛如一尊佛门护法金刚 气机没有变化 但肉身力量暴涨 现在的我 就算没有正国剑 也能单挑打赢渡男或渡凡金刚 现在的我 相当于一位三品武夫 和三品金刚的结合体 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许七安欣喜地发现 金刚神功终于跟上步伐 踏入三品金刚领域 拥有三品金刚的体魄 以及三品武夫的自愈能力 在三品这个领域里 他绝对是拔尖的人物 若是能解开封魔钉恢复修为 那么 在这个境界做到无敌 也不是不可能 收集了武林盟的两道龙器 获得了金刚的位格 赚大了 我记得赵首说过 月籍召唤英灵 要支付巨大代价 甚至是生命 为公当初召唤如胜英魂 就是抱着死制的 我以三品之躯 召唤高祖皇帝的英魂 除了负荷极大 似乎没收到反噬啊 莫非是我身负国运的原因 没有得到答案的许七安 把这个疑惑抛之脑后 注意力被修罗金刚套在手腕上的手环吸引 这只手环有天谷的气息 是一件拥有斗转星移能力的高级法器 它由蚕丝编织而成 挂着兽牙 铜片 色彩斑斓的玉石等物 天谷族的法器 位格极高 显而易见 这是南疆合伙人天谷老人遗留的法器 我将来肯定要去南疆一趟 这件法器先留着 到时候作为见面礼 送给那位天谷婆婆 王夫的遗物 她应该会很在意 许七安取出地书碎片 把体内的龙器射出 接着把手环和修罗金刚的尸体收入其中 金刚的肉身也是炼制法器 或丹药的极品材料 她打算送给孙玄基 当作回报 杜南和杜凡陨落在剑州 佛门彻底没有三品了 也不知道阿兰陀那边会有什么反应 会不会菩萨其出 联手杀我 想到这里 许七安资了资牙 杜秦罗汉被封在四天剑 杜凡杜南两位金刚陨落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 虽然佛门和我本来就有矛盾 但这下子恐怕不死不休了 走投无路的我 只能彻底投靠九尾天湖 唉 杜南杜凡的命 就当是投名状吧 直到许七安玉空离开 以曹青阳为代表的武林盟众人 才慢慢找到真实感 找回自我 结束了吗 不会再有敌人了吧 佛门还会有菩萨降临吗 巫神教会不会还有一品高手没来 许音罗去哪儿了 莫非还有强敌要对付 人群里 不停地有人提出质疑 怀疑战斗还没结束 双方还有底牌没出 从佛门四品小和尚突袭后来 到四品之间的混战 再到八名斗篷人与曹盟主交手 紧接着金刚从天而降 奸证二弟子将金刚拒之门外 随后巫神教语师出手 召来雷霆轰击 许音罗登场 重创巫神教语师 老祖宗破关 十二双手臂的金身降临 白衣人登场 许音罗召来高祖皇帝法相 这仿佛五指修般的剑招拆招 对武林盟众人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 神仙打架 让他们这群凡人如履薄冰 啪哒 老匹夫降临在南风顶上 扫了一眼众人 进而看向曹青阳 道 善后吧 至此 曹青阳等人才确认 战斗结束了 所有人都如释重负 是 老祖宗 曹青阳隐晦地打量老匹夫几眼 率领着一众下属离开 老祖宗 许音罗去了何处 萧月奴眉走 盈盈失礼 众人顿时看向了老祖宗 不必担心他 老匹夫摆摆手 武林盟众人这才安心 距离武林盟极为遥远的荒山 东方宛容降落在山剑边 嗯 他捂着胸口闷哼一声 爹坐在地 急道 老师 为何要逃 刚才那位白衣术士 是不是你口中的奸政大弟子 那蓝天路 恩了一声 道 他就是策划了山海关战役的幕后元凶之一 真的是他 东方宛容吸了一口气 困惑道 那就更没必要逃了 您说的 他虽然不能信任 可至少是临时盟友 那蓝天路沉默一下 缓缓道 我在那小子身上感应到了雪丹的气息 谁 东方宛容没听懂 那蓝天路道 鸡旋那小子 他身上有雪丹的气息 我猜许平峰想借龙气之力 助鸡旋晋升三品 他知道东方宛容没听懂 耐心解释道 自古以来 武夫晋升三品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是靠自身底蕴 温养肉身 褪去凡人屈窍 开启超凡之门 第二条是采集生命精华 形成雪丹 炼化这股庞大的生机 晋升三品 这条路很危险 几乎没人能成功 但符合天地法则 因此有一线的可能 气韵加深者 得天庇佑 吞噬雪丹 有一线希望 东方宛容皱眉道 符合天地法则 那蓝天路道 花鸟鱼虫人 兽妖 世间万物 都在掠夺着 周围可以掠夺的一切 生命基于掠夺 或许这种掠夺的形式会变 但本质不变 因此 屠杀生灵炼至谢丹 晋升超凡 绝非死路 东方宛容点了点头 他突然想到了许其安 此人从荆察之年崛起 一路晋升 短短一年内便力压同辈 晋升超凡 他显然也是走了这条路 那蓝天路继续道 人皆有气数 如为诗这样的二品语诗 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 乌神教的整体战力 自然也是有气韵的 那两位金刚同样如此 超凡境的强者 都是有大气韵的人 区别旨在于气韵的多寡 东方宛容 脸色微变 老师的意思是 奸证那位大弟子 想杀了您 掠夺您的气韵 那蓝天路笑道 他出现时 为师补了一挂 挂项显示 上上大吉 但超凡境的术士 能屏蔽天机 克制挂术 防人之心不可无 若是许其安不死 那么我们就危险了 以我们师徒的状态 留在那里 不管哪方胜利 都有风险 既然如此 为何不早早撤退 至于最终的结果 事后打听一下便是了 老师还是很稳健的 东方宛容心里服气 高空中 御风舟在云海之上飞行 狂风被挡在阵法之外 传上一片寂静 许平峰和姬璇都不说话 许元霜和许元怀 也就不敢开口了 又输了 就算是父亲这般 算尽天下事的人物 也屡屡在许其安那里吃别 我还是第一次见父亲 如此失态 许元霜抿了抿薄薄的红唇 再一次感受到了 包凶的可怕和强大 在他眼里 父亲至谋无双 是与天对异 都能胜半子的人物 世上没有父亲算不到的是 他的敌人是奸政 是九州大陆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 可是 那个被父亲视作工具和弃子的包凶 如今已经成长起来 变成了九州大陆为数不多 可以与父亲对异的绝顶人物 父亲他有没有后悔 舍弃许其安呢 许元霜心里暗暗想到 七哥似乎很愤怒很嫉妒 许元怀时而沉思 时而看一眼姬璇 他倒是能理解鸡玄的心情 身为鸡氏子孙 眼睁睁看着一个外人 使用镇国剑 召唤先祖阴魂 挫败自己的谋划 但凡有宗族归属感和骄傲的人 都会为此勃然大怒 羡慕嫉妒 这时 许平丰淡淡道 困住龙器的阵法 还能维持七天 七天之内 返回云州 记得把御丰州收入青铜鼎里 这样能避免被监政发现 不用担心 监政虽然堵在云州之外 但他的目标是我 你们这些蝼蚁的进出 他不会在意 也顾不过来 鸡玄试探道 两位金刚的气韵 是否足够 不够 许平丰摇头 忽然轻笑一声 我自有办法 此次江湖之行 不算白费 鸡玄松了口气 国师还是一如既往的 让人安心 我想先召回白虎他们 鸡玄道 这是他将来的班底 白虎等人在刚才的决斗中逃走 没能返回御丰州 许平丰汉手 交给天机宫的密探负责联络 狂风卷过山头 体长一丈多的白虎 载着柳红绵等人降落 白虎陡落背上众人 化成人形 心有余悸地说道 此处距离犬龙山有一百多里 应该安全了 他旋即一掌阵断身边的一株大树 仰天咆哮 虎啸声惊起临终飞鸟无数 他凭什么召唤高祖皇帝 他到底还有多少底牌 如此难缠的敌人 让人寝食难安 白虎怒容满面 将来主人请拿住他 我要喝他的血 吃他的肉 玩他的女人 报断臂之仇 作为许平丰麾下二十八星秀中 白虎星秀的首领 他无比敌视许其安 雍州城外一战 许其安斩了他的右臂 这让白虎对许其安愈发的仇恨 原以为剑州之行能报仇雪恨 起料那小子照出高祖皇帝英魂 这是一张让他们猝不及防的底牌 白虎甚至不敢看结局 拖着众人仓皇逃窜 这让他愈发觉得羞耻 喜欢单乡 黑了一声 这倒好办 咱们不是他的对手 对付他身边的人还不是手到擒来 姓许的风流成性 在京城相好的一大把 回头找天机公 要一份详细情报便是 东方晚清并不合群 聊起群摆 在一块大事上盘坐 面无表情地听着白虎和喜欢单乡 发泄情绪 他很快就没了旁听的兴致 雄性都是一个样 气急败坏了 就喜欢问候人家祖宗十八代的女性 屋檐会语不断 柳红棉望着脸色严肃 盘坐不语的两个年轻僧人 道 两位可有办法联络度男金刚 静元不理他 静心微微摇头 只能事后再想办法联络 现在也不敢回去 柳红棉自嘲道 若也有若的好处 我们能屡次逃脱 还不是因为人家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白虎冷笑道 他会为他的狂妄付出代价 柳红棉感慨道 除了焦业老道死在雍州城 我们这一行人倒也算幸运 都安然无恙 四品的高手 在任何势力里都是中流砥柱 喜欢单乡摘下一片叶子 放在嘴里咀嚼 淡淡道 因为焦业道长的死 鸡玄少主对许其安势如仇寇 他将来要是崛起 第一个杀的就是许其安 他忽然带住 双眼失去焦距 然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柳红棉等人大惊失色 弹身而起 然后一起看向了东边 呼啸声旋即而至 一位俊美如画的年轻人 脚踏飞溅 手里握着一把残缺的青铜镜 笑盈盈地俯瞰林子里的六人 李灵素 他怎么追上来的 白狐等人瞬间进入作战状态 李郎 东方晚清语气复杂地叫道 李灵素笑道 清姐 你且退去 我要清理这几个家伙 就凭你 众人看白痴似地看着他 白狐舔了舔嘴唇 宁笑道 许其安 我们对付不了 杀你一个臭道士轻而易举 老子就先拿你打打牙记 东方晚清冷声道 你试试看 白狐等人立刻看向他 眼神锐利 已经是审视敌人的姿态 李灵素丝毫不处 黑道 就你们有帮手 本圣子手底下 也是有几个喽啰的 话音落下 呼啸声再次传来 两道剑光飞来 分别是身穿道袍 英姿飒爽的妙龄女子 额前一缕白发 气质沉稳内敛的青山剑客 剑客身后 是一位穿江洗发白内衣 体格健硕的中年和尚 他双手合十 眉心又深深地穿自纹 一副苦大愁深的样子 妙龄女子 盯着人渣师兄手里的镜子 看了半天 催声道 这破镜子真好用 竟能百里追踪 飞燕女侠 李妙珍 状元郎楚元珍 京城 得心愿 怀庆穿着素色长裙 带着两名宫女 急不来到御书房 她被守在门口的宦官 带去了偏殿 没能进入御书房里 偏殿里 坐着皇族出身的金之玉叶们 包括临安在内的三位公主 以及郡主们 怀庆一进来 叽叽喳喳议论的声音顿时停歇 怀庆姐姐 听说永镇山河庙里的祖宗牌位 都摔坏了 三公主迎了上来 其他金之玉叶们纷纷看过来 怀庆淡淡道 本宫刚听说此事 她看了眼三公主 淡淡道 你既已经出嫁 便不好再来过问此事 莫要惹陛下不喜 三公主闻言 有些尴尬 不久前 永镇山河庙震动 皇族列祖列宗牌位 尽数摔坏 动静闹得极大 永昕帝第一时间封锁消息 没让消息传出宫外 但皇族和宗室的人通过各自在宫中的渠道 听说了此事 此刻 永昕帝正在御书房与叔叔伯伯以及一众兄弟们商议 三公主今日恰好回宫里 得知此事便与姐姐妹妹们一起过来了 为出阁的公主郡主 还是家里人对这种大事表达一定的关注 合情合理 出嫁的公主 就是半个外人了 皇帝哥哥 现在哪有心情管他呀 嗲声嗲气的声音 一准是临安了 他皱着精致的秀眉 道 皇叔们说 此事一定要查明白 弄清楚 不然 外头会说是皇帝哥哥治国不利 惹祖宗震怒 请不吝点赞订阅